平安你看他玩的这个鞋 他玩的鞋在哪了 大家没注意到 平安真正的 大家知道他玩的 有个叫华夏幸福房地产知道吧 华夏幸福房地产 平安出事玩漏了 华夏幸福 汇丰银行 方正集团并购 马明哲以身试险 去把方正集团破产化 三千六百亿搞六百亿 他的目的是啥 华夏幸福的老板是谁 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入股汇丰银行 你知道吗 跟中国地产是什么关系 知道吗 我告诉你 凡是平安保险搞中国地产投资的 包括徐家印他都没人说吧 他是最大投资者之一 北京的潘石屹啊 任志强啊 都是他投资者之一 他潘石屹是投的王岐山 那我再告诉你大家 你知道他现在最牛的人 每天最大的希望 已经不是习远平了 也不是习的姐夫了 他现在唯一的就寄希望 王岐山的周亮救了 但是董红被抓以后 任志强被抓以后 他有点懵 他有点懵 他为什么搞方针呢 他没有弄方针 他不仅贪那个所谓的3600亿 但是我告诉你方针集团有啥啊 大家要记住啊 最牛的方针电子 拥有元代码 方针地产 拥有万亩的已经拿到土地证的地 方针 最可怕的就是医疗 医院 医院 记住啊 上万个传闻医院 黎如搞的医院 换身的医院 从人生下来 到死了化妆 火化 这一整套的啊 这都属于七哥的板块啊 都七哥的板块 他图的是这个 还有一个政治关系图是谁呢 从这个北大 他去找谁去 大家记住啊 我一会儿问你们仨问题 他为什么要跟方针拿下了 政治目核心指对谁 第二 他为什么对着方针集团 这3600亿 实际上方针集团值多少钱 我在直播中告诉你们 方针集团值将近2.5万亿 他为什么在华夏幸福投钱 华夏幸福已经破产了 华夏幸福是他被调查的核心导火所 为什么政治人要调查了 华夏幸福 汇丰银行的股票暴跌 他做了这么大贡献 在香港 所谓香港运动最大的伤害者 就是马灵哲 他发家于香港 他跟我说过 他一辈子不会伤害香港 但是最后他最大的伤害者 就是香港 就是他 汇丰银行 他最近完全控制 全世界闭嘴 他为啥又赔那么多钱 我先告诉大家的事情 最重要的 方针他是抢什么去了 方针想要方针的真正的人 就是王岐山 他为啥搞方针 因为王岐山呢 这个他家族里边已经把中国的火葬业 叫冰改业 养老业都控制了 他想建一个万个床的 一万个床的 全世界最牛的 就方针医院 你们没有去看过 就那一万个床的医院 那是可能就是真的下金蛋的金母鸡 你们去想一想 你们要懂一点脑子 去想想 有一万个床位在中国北京 关键是北大 他有医疗器 你管有医院也不行 你得有医疗资源 护士 又是北大 这个当时北大方针 我们布置这个局大了 远了去了 我跟你说 而全世界最牛的设备 全是德国 荷兰 美国 日本的设备 从孩子 从你开始人工受孕服务 到受孕中检查 到生下来 到孩子成长 到中老年 到病检查什么的 保健 一直到老死 到化妆 到各种宗教设施 祈祷完 火化掉 这整套 一万张床 今天要建一个这样的医院 你没有五倍的价钱 你建不下来 关键你得需要五到十年 你建完以后 你上哪儿招护士去 中国的护士和医生 全是垄断的 那北大是最好的 是不是 他又带着北大这个名字 这是王岐山就盯住了 干掉北大 方正 其中王岐山家里边 其实习他没这个脑子的 你包括习相信的栗战书 丁薛祥 国安委 都下面给他出主意 怎么干方正 他完全是被利用的 因为他家没有这个脑子 他家里边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智商 经济领域 只有王岐山 因为王岐山家里边子孙儿女们 人家都规划好了 下八辈子事了 习最多规划下两辈子事 他没这个脑子的 就你能看到王岐山利用习 都是利用什么呢 第一步让习尝到了百分之百的甜头 而且是王岐山在流血 葛步在流血 帮助你王岐山 帮助你习退一步 但王岐山习往下走第二步还很舒服 看到王岐山为自己奉献 而且每次都左看右看后看都验证了 但到第三步就是我习近平的坑 王岐山就会抢了 这你就看到 就是当年赵高 李斯怎么对待胡亥的 你就能看得出来 你现在吕不韦 都是烟消云散 是不是 在他们眼里边 你什么这个整个习 你就是一胡亥 他根本就赵高李斯 就把你的局都给你设得好好的 所以说这个方正的所有的批抓 土 审 派追的人都让习舒服的不得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刚才问你们 他的政治目的是谁 刚才说了 王岐山马明哲搞这个事 执行了周量的命令 绝对拿走 百分之百拿走方正 一万亩地的土地证 才评估了几亿的钱 就原来的成本方正拿 就是王岐山马 朱山路到各省去 拿的免费的地 都是最好的地 广四川都几千亩 重庆 像广州那都是几千亩 都最好 都是拿了土地证的呀 兄弟姐妹们 当时拿的是个白菜价 现在还给你白菜价 烂白菜价 平安想干啥 知道吗 经济们 以前这一万亩地呢 是他和各个常委 政治勾兑 这是个很好的礼物 我给你递 给你开发权 还有一个 他能玩好几手 这马明哲 马明哲绝对是 一个面包 得掰成一百万吃的人 同时他更这样的是 平安的窟窿 可以通过评估 把这一万亩地 迅速评估这几万亿 评估几万亿 把这几万亿 把过去 他所有的贷款是哪来的 他长期贷款 中长期五年十年 给这些利益输送 都是显民的 保险的 那这要不回来咋办呢 他通过这个评估 在市场拿回来的钱 来赌保险的窟窿 你看看他 这又是一招 然后拿这些地的开发权 又给了所有的 有背景的开发商 然后把平安保险 下一步你干什么呀 你最重要就是医院呢 保险的人未来要给你出保费 还有能让自己保证 就是你死了 他拿钱 送到你活动场去 王岐山家有了 你老了进养老院 我平安给你 有王岐山养老院 你病了 去我的医院 一万个病床的医院 所以平安搞方证 志在医疗 就平安要走医疗的路 房地产将是自己 把洗钱的路洗干净 政治上一箭三雕 第一雕 周亮王岐山 第二雕是谁知道吗 北大现在谁是老大 习大审的女儿是真正的老大 对吧 你们都不知道 我这七个给你们爆料 你看看这小多能 他追到那去了 追到那去了 你看习王都拿下 是不是 那下一代我都拿下了 是吧 还有第三条 大家没有注意到 韩正 韩正是上海出来的 是跟他关于最好的 韩正在乎的是什么呀 韩正想保平安的 绝对想保的 韩正是他的未来 韩正在乎这个方正集团 因为王恩哥 绝对是韩正江家 绝对的就是第三个儿子 还是要拿 现在的王恩哥在北大影响力很大 韩正因王恩哥认识的马明哲 方正教育 方正教育是一个巨大的板块 韩正家人是玩教育的 玩方正教育的 包括 韩正布局很远 韩正布局很远 方正是人才 关系 政治未来的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